恐怖的爆炸聲在深夜住宅區 驚醒附近居民 眼看現場濃煙越來越大 拿著滅火器也救不了 紛紛撤離 事發就在20號凌晨1點鐘左右 高雄鳳山區新安街透天措 竄出火蛇 一家五口當中驚險脫困 消防到場後 起火的一樓已經全面燃燒 並且得知有五人受困裡面 第一時間先行救出三名大人 並在二樓樓梯口救出剩下兩名 分別為國中及高中的兄弟黨 只是16歲的哥哥強救後傷重不治 14歲的弟弟急救後 恢復呼吸心跳 而火警意外不止一起 距離大約兩公里外的河新街 在相隔不到10分鐘後 也接火火災通報 當時停在起樓下一輛汽車及機車 還在燃燒 兩起意外一度傳出多人受困 住戶脫困後全數預防性送醫 火事也在清晨順利撲滅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在消防單位調查釐清